现在很有宜洁晚餐的感觉 第一晚我讲的是心 第二晚就讲我们的言语 今天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开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跟恒穷人的关系 一部分就是跟我们同辈的 我想想可能我应该 连续建设跟老板的关系 真是有些东西 不过在我现在一看那一刻 最吸引到我的就是 穷人那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讲 关系与穷人的关系 好 我开始讲个故事给你看 我说一个年轻人 他做工 他的办公室 在美国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一看出去 就有一条河 有一条桥 他经常做了一些东西 他就休息一下 看出去外面 很享受的 有一天他在这里做了一些东西 他休息一下就看出去 一看出去 他看到一个女人 就走上桥那里 就好像想爬上去跳下去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立刻拿起电话 想打 实在在美国就是911 打911 是吧 但是他一拿起电话 一想的时候 他说 那些警察来到的时候 都已经迟了 我是不是应该现在 立刻冲下去帮他 还有 如果那些警察来 他一听到那些 警察的 车的声音的时候 会不会立刻跳下去呢 实际上他就停在那里 又没打 又没动 他一直这样做的时候 他看一看 他就发觉 有一堂巴士 在那里走着 就刚刚 转上那条桥那里 慢慢走 转转转转转转转 走到差不多 那个女人那里 巴士門 mübaby 一开 接着 手就被抓住 一抓住 女人就 就踢在巴士里面 然后坐下 他主要想想 实在 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跟很多人的反应都一样 在的一种事情 就他立刻想打电话 接着就想 打电话 voltar 这么久 是不是已经迟了呢 很多现在都开始 但是大概 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做到 实在真的救他那个就是巴士的司机 有时我们也是 我们想想我们可能见到贫穷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好像那个人想打电话 不过想太多 帮得多少 帮不帮得及 帮不帮得救 想很多东西最后什么都没有做 会不会是 我们先看看经文 第一个经文在十四章二一节 十四章二一节 对不起 针言十四章二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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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吧 一二三 表示论者的者人有罪 念满贫穷的者人有福 你看看这里有两个对比的 藐视对比联贫 是吧 轮射呢 就对比贫穷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轮射不是哪个轮射 这个轮射呢 就是贫穷的轮射来的 最后就有两个的态度 我们就要看一件事 第一件事 谁是我们的轮射 在古代中东呢 哪个是我们的轮射 很简单的 住在你隔离那个 就是你轮射 住在隔离那个轮射 当时来说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亲戚来的 父亲 母亲 哥哥 弟弟 血缘关系的 所谓整个村里面 很多人的轮射 实在是一大家人 和朋友而已 不过后来 那些村子就越来越大了 而且就开始有做生意 整个东西了 就不只是农业社会了 所以那些人呢 现在就会去另外一个村子 搬去另外一个村子 那另外一些人又会搬进来了 那开始呢 这个轮射这个观念呢 就模糊了 所以你记得是不是 去到这个 这个奴家福音那里呢 那些法利赛人都问了 谁是我的轮射 问耶稣嘛 还记得吧 那你不觉得 好像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会问的呢 因为 原本在旧约里面 谁是我的轮射 是很清楚的 住在你旁边的那个 但是现在不是了 你最亲的人 可能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旁边的那个 是你不懂的那个 有什么理由 你旁边的那个 是亲一个 你的亲戚住在远的地方呢 是吧 或者你说 ,怎么说呢 这个住在村头的人 就是刚刚搬来没多久 那他就是你轮射了 但是这个 不是我很熟悉的人 有什么理由 我对他 好像我对我自己的家人 所以很多这些问题 就开始浮现出来 那一路 他们就在这儿争辩了 谁才是他的轮射 那实在的轮射 是代表性的 轮射可以是你的亲戚 就算住在旁边浮 这么说 那个也是你的轮射 就不一定是住在你旁边的那个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香港人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香港正正是一个大道士 又是正正很多人出出入入的 谁是我的轮射呢 今天你在教会的朋友 不一定是住在你旁边 住在你旁边的人 未必是你最亲的人 未必是你最熟的人 你来到教会 医道医班才是最熟 这么说 那可能不是你旁边的人 所以谁是我的轮射呢 那我们实在就要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了那个 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还记得吗 很多人都 很多学者都这么说 耶稣 他们问耶稣 谁是我的轮射 耶稣说完这个故事之后 实在就反过来问他们 就是谁才是这个落难的人的轮射 对不对 是反过来的问题 就是说不是谁是你的轮射 是谁是你想做他的轮射 你想做哪个人的轮射 不是问谁是我的轮射 而是你要问的就是 你想做哪个人的轮射 那这个人呢 不是一定是 一定是 我们的 甚至在耶稣那个 是撒玛利亚人 对不对 就是远了一点点 不是犹太人来的 这个是撒玛利亚人来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种族 那些东西 不是一定是你同一个种族 所以你的轮射 不是一定是香港人 可以是另外一种人 可以是西班牙人都行 可以白人 黑人 什么人都行 还有 那个人不是住在旁边的 很明显 因为 那个撒玛利亚人 最后帮助那个人 那个撒玛利亚人 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的 我们读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把这个比喻 读为我们要做个个人的轮射 那也是错的 耶稣没有说要做个个人的轮射 耶稣是问你想做哪个人的轮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 稍后我们结束了 大家就回家了 你从现在回家 如果你看到个个人 有需要的人 你都需要做一个轮射 你有一段时间 你还没回家 你想不想 我们多数不注意这些东西 你到处看看 很多人有需要的 如果你真的要个个有需要 都是你的轮射 基本上 你经常走出街 你就回不了家了 所以耶稣也不是这么说 耶稣是问你想做哪个轮射 即是说我们的资源有限 这个资源有限当中 我们想做哪个人的轮射 现在我们在说一个贫穷的议题 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那个撒玛利亚人帮那个人 那个人是落难的人 他是有个需要 但是不是说那个人 是应该去帮他 或者是适合帮他的人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实在想做哪个人的轮射 当然 这个轮射可以是我们隔离屋的人 可以是我们公司那里的一个人 可以是我们一个朋友 是住在外国也可以 是吧 甚至是一个人 我们刚好上网看到的 有一天你上网看到 哪里有灾难 地震 这样说 有些人有需要 你骑了肚子之后 你觉得神感动你 你想帮这些人 这个就变成了你的轮射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 我们要记住就是 实在耶稣问的问题就是 谁是 你是谁的轮射 不是要个个都是你的轮射 但是你要 问自己哪个你想做哪个的轮射 好了 但是这里有两个对比的态度 一个是藐视 一个是怜悯 是吧 两个都是一种 就是面对贫穷的态度 可以是藐视 可以是怜悯 可以是怜悯 分别有时是怎样呢 分别有时 就是纯粹我们看到 那个人 是不是一个人 纯粹你是看到 那个贫穷 或者贫穷带来的问题 或者你是看到 那个人 这个真的又有一个故事 这个又是说一个青年人 男生来的 他做工呢 他做什么呢 他做律师的 我知道在香港 不是律师是医生的 不是做金融的 这个是做律师的 挺开心的 不过他是年轻人 去到那里 他的老板怎么做呢 就叫他见顾客 他就是最前面的那个人 坐在前面 总之谁进来呢 就要先经过去 他就要招呼人 他就是那个人 很麻烦的 因为里面那些 就招呼那些重要客人 他就经常招呼那些 不重要的 就扔了他的办公室 是吧 有一天就来了一个 就是很明显 是很穷的人 那重要的就是 这个年轻人自己说的 他说 有几样东西都洗得很刺眼 一就是他的头发是怎样 他的衣着是怎样 就是 已经一坐下 他已经是很刺眼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他说他更加是难受 是什么 是那股味 他说他坐在那里 要跟他聊天 接着他想着很快 就打发了他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理由有钱 就是找我来帮他 是吧 他想着两下手脚跟他聊天 接着就叫他走 谁知道这个人想跟他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那你又不可以叫他走 是吧 因为不可以这样做 他没法知道 就坐在那里要听那个人 就开始说了 他也很有耐性 他就听这个男人说 这个男人开始说 原来他本来都有家庭的 他本来有三间屋 你知道吗 所以一间要来住 两间就要来收租 不过后来他就破了产 因为不知道是股市 还是楼市 他就破了产 接着他就没了钱 接着他的太太就离开了去 接着他的儿女又离开了去 他一直在说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听他说话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转变了 转变就是他听听一下 他开始明白这个人在他面前 就是跟他一样的 原来都试过有家庭 像他那样 有试过有抱负的 有试过成功过的 开心过的 爱过的 但是现在失去了一切 他开始看到那个人 分别就是这样 所以他自己说的 他说慢慢听听一下的时候 那股味他又闻惯了 是吧 看着他又惯了 眼睛又惯了 但是现在开始看到那个 就不是一个贫穷人 很麻烦地麻烦他 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 一个人现在 实在都不是真的想找他来 帮什么 帮不到的 是想听听他说的 我们读另外一个经文 十四章三十一节 是吧 一二起 欺压贫寒的 是欲没做他的主 念吻窮佛的 乃是尊敬主 你看到这里又是有两个不同的态度 一个态度是欺压 另外一个是怜敏 欺压很明显是错的 或者是剝削 或者是怎么样 老实说 当一个地方可以出现龙屋的 是有些欺压的成分了 是剝削的成分出现了 不知一年两年前 在新闻那里都买得挺重要的 就说原来天水围的东西 比很多地方还贵 我听到 我也觉得很有趣 我去查一下 是吧 在南华早报 有一次真的就这么说 是12月2日 2013年 他说天水围的猪肉 是57% 即是57% 贵过在其他地方 那里应该是贫穷人 怎知道那里买的东西还要贵了 那里的牛肉就不用说了 是一公斤 是吧 222元左右 这个是51% 即51%是高过在其他地方的 还有就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算贫穷的差别 就是富裕贫穷的差别 在香港在2011年是0.533% 即使说是挺重要的 如果你去到这样的地步 即使说实在真的有些剝削的情况出现了 那你说对的是什么呢 这里是说怜悯 怜悯 怜悯 是吧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神是创造窮人 和创造有钱人的 怎么说呢 如果你看刚才的31章 怜悯贫穷的乃是敬畏主 那个主 他是一个主 然后他就说创造他的主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欺压一个贫穷人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欺压不仅是贫穷人 而是创造贫穷人的主 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我们认识的 神看到的就是一个去创造的人 我跟你说的分别是怎么样 分别就好像父母看到的儿子 和我们看到的儿子 很简单的 大家这里我相信也不少人有父母 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孩或者什么都好 你可能觉得他麻烦或者觉得什么 但是父母看到他就不同了 父母看到他那一刻的时候 就不仅是一个麻烦人 或者一个失败的人 或者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 神看到我们就是这样 神看到我们就是看到他创造的 我觉得是不是这么多的教导呢 其中一个我觉得是最感人的教导 关于这件事 反而就是浪子的故事 大家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你不是想读贫穷的 是不是 但是贫穷的议题 正正在背后的 分别是什么呢 父母 那个故事说父母有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就是乖的 大儿子很乖的 小儿子就不乖的 小儿子不乖的 还要是很叛逆 就是父母还没死 就说要分身家 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 就是一个青年人 你跟他爸爸 我要分回我那份 爸爸说我还没死 你还要分什么 不管 我要自己闯一闯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我闯一事业 可能和哥哥吵架 或者怎么样 现在就要钱出去自己闯一下 就是世界 我问你 那个爸爸 有一个儿子 这样的儿子来 这样跟他说 你猜那个爸爸 知不知道他儿子出去 很有可能是撞板的 大家怎么想 大家做父母那些 如果你的儿子 二十多岁的儿子 走来说我要一笔钱 我现在出去自己闯一闯世界 是吧 很血腿方刚的要说 可能大家都会想 糟了 他这样拿出去 你给他出去一定撞板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是吧 但是爸爸都给他 给了他之后 哪个父母都好 都希望的 虽然给了他 都觉得他会撞板 但都希望他不会的 是吧 所以父亲 就天天出去看街上 是吧 在当时我告诉你 是很多那些贫穷人 有多少这些人 他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的儿子就是当中 谁知道有一天 他看出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熟细的 青年人站在那里 他就看到他了 其他人看到那个青年人 就看到一个乞丐 这个父亲看到那个 就是自己的儿子 那个故事说什么 父亲冲出去抱着他 抱着他 抱着他 分别是什么 因为他是他的儿子 他会心痛 是吧 好起碼不会见到 但是现在都见到 见到怎样 一个父亲怎样 他哥哥都不是这样想 但是他父亲就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就是神跟我们的看法 就是我们就像神的儿女 神创造我们出来的 所以神不是只看到一个贫穷 人 神是看到他创造的人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分别 好了 还有一件事关于贫穷 这个就是在第30章的7到9节 多么特别的这张经文 大家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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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310章7到9节 1 2起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先 不要不刺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负足 刺给我需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 也和话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竊 以致试读我神的名 是呀 看不看到这里 这里这个人真的 我觉得他怎么说呢 他对自己的看法是很冒实 他知道自己太有钱可能不行 太贫穷也不行 今天我们未必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就算贫穷也好 我都会跟从主 是吧 这个作者他没有觉得自己这么清高 他做神说 尽量没有 我真的不行的 如果我真的穷到这样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但有时我们又反过来 有时我们觉得 越有钱越好 当然是 一美祈祷 什么阿比斯土文 是吧 日日陪陪三次 然后祈祷 希望神也是这样 祝福我们 但是这个作者也很无实 他觉得 主啊 我也不行的 如果我真的这么有钱 我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 你看到他多无实 去到人生命 人和那个软弱 是非常掌握到的 一就是贫穷有危机 贫穷当然有危机 我们经常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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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 那些欲残扁 那些穷那些永远是好的 是吧 有钱那些 黄大富那些 那些是坏人来的 他总之 穷那些最好 最肯和人分享那些 是吧 这是做戏 真正的贫穷人真的这么好吗 因为贫穷所以好 还是好所以贫穷 两样都不是的 不是因为我们贫穷 所以我们就会变好的 有一个是不是 初期教会的一个教父 这个教父有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 中文文我不懂的 他是Chris Suston 是的 Chris Chris 他说得很厉害 所以说他是金口 他也是一个主教 这个主教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是很顾念贫穷人的 他有少少像现在的 罗马川主教的教宗 为什么呢 现在的教宗也是挺破格的 他不会常常穿最漂亮的衣服 等等 现在的Chris 我告诉你 就是正正的那些人 他很顾念贫穷人的 他很多时候都会骂那些有钱人 没有剝削那些穷人等等 不过他就是因为他经常会和那些贫穷人一起去帮助他们 所以他很明白贫穷人的问题 他有写过一些东西 就是叫那些贫穷人 那些贫穷人一定是好的 有时实在贫穷是使我们做坏人的 有很多人为什么要做坏人 就是因为我们贫穷 饿到真的好饿那一刻的时候 是真的不会偷 是吧 所以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作者就是这样 他怕他会去到这个地步 他知道他未必是真的这么熟灵 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会偷 他抢 那时候怎么办呢 就涉足神的命了 所以他就叫神 避免使他去到这个地步 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想的 这个是我们都值得去想想的 我们追求富裕 成为一个熟灵 追求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想 不过我跟你说 最低限度 不要到这个地步 是一个好事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努力 要工作等等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 因为我们有一个限制 我们有一个限制 到一个地步 可能我们真的会这样做 所以我们是要避免去到这个地步 不过做一个有钱人 也有他的问题 有钱 有钱就可以变成狂妄 是吧 是的 又是说 遇残片 那些遇残片 那些有钱人永远都是很坏的 是吧 那老实说 有钱人不一定是一定很坏的 不过老实说 有钱人狂妄 是多过没有钱人 坏的老实说 真的很多有钱人 真的挺怯的 是的 有时候不是有心都可以是的 很简单的 哎呀 你上次是不是去欧洲哪里 那些东西 人家那个就是 台湾都去不了的 那你就去欧洲 那坐在那里的人 就觉得好像 自己挺遲忍的 最近我才有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一派人坐在那里聊天 有一两个就是说欧洲 一两个就是说泰国 最多 那立刻你就感觉到 有一个分别在这里了 这个是没有心的 也不一定是很差的 不过老实说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出现的 是态度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欺压的 就更加不好 藐视的不好 但是这里是对神的 穷人那个 就是欺压的态度不好 藐视的态度不好 但是甚至一个人 可以有钱到的地步 去到神那里 他也这么狂妄都有的 我真的有读过一个人 是这样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需要什么是神 我还有钱过神 真的有人说过这些东西 我还有钱过神 我需要什么是神的 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那当然不需要神 所以这里说 他觉得不需要神 为什么? 你需要神就是因为你要祈祷 你们有问题 所以你们就要祈祷 我需要什么祈祷? 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我就拿钱去搞定他 那我不需要神 明白 那怎么看? 你们多数信主 信什么的人 就是因为你有问题 我没有的 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钱是搞不定的 所以我是不需要神 这个作者就怕他自己 去到这个地步 容不如他自己 去到这个地步 是这样的? 那你说多有钱才会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给个数据来听? 当然没有 圣经里面也没有 为什么呢? 马巴拉罕很有钱 他也不是这样 大位应该很有钱 他也不是这样 所罗门也很有钱 他也不是这样 所罗门的问题不是因为有钱 所罗门的问题是另外一些问题 所以有钱人也不是一定的 所罗门到所罗门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在他那个时候 但是他也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他也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有出现问题 所以多少钱就不一定是 不过你怎么知道 如果这个世界黑和白 我们是很容易搞的 为什么呢? 这里黑这里白 你站在哪里都可以 因为你不过了界 对不对? 但是世界不是黑和白 世界很多灰色地带 所以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在哪里 就过了那边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更加 小心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不是黑和白 所以我们要小心 你走着走着走着 你怎么知道? 它是灰色 又不是黑又不是白 所以你都不觉得很黑 不过走着走着 原来又过了界了 过了多重要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反而要小心 就是我们不知道 多少钱我们才会变成狂妄 究竟我们多穷 才去到我们忍不住 是偷抢 什么都敢做的 究竟这两极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的 今天我相信大家 坐在这里 应该都挺OK的 是吧? 你应该都不是这两极 在面对的 是吧? 但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才会 我们是不知道的 这个作者都知道是这样的 所以他跟神说 祥神 不要让我下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都怕他自己 是会去到这样的地步 那两方面 我们都要小心 好 这个是在说贫团那样东西 现在是在说人与人之间 就是我们和一个同辈的人的关系 那是怎样 那我们看第一段经文 十七章的十七节 十七章的十七节 好吗? 一二起 朋友乃时尚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是的 这个差不多不用读 我们都觉得是知道的 什么叫朋友 大家 我们说朋友 那个字 我们写了 究竟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 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很有名的 是一个哲学家 他说 不要走在我前面 我未必想跟着你 不要走在我背后 我未必想带领你 走在我旁边 做我的朋友 他有一个朋友的定义 你走在我前面 你想带领我 我未必想跟着你 你走在我后面跟我 我未必想带领你 那他想要什么呢? 他想要一个在他旁边 和他一起走的人 因为他觉得这样 才是一个朋友 跟着这个经文 是没有 怎么说呢? 带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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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的 怎么说呢? 全时间和对比 是什么? 总之就不是全时间 我们做工可以是做part time 你说我现在去那里做半天 这么说是可以的 是吧? 读书也可以的 读part time 我们神学院都有part time 那些人读书 来这里读一两科 是吧? 做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part time 不是全时间去做是可以的 但是原来朋友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你有什么理由呢? 你跟他说对不起 我是今早六点到三点钟 是你的朋友 现在是过了三点零一分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没有一个所谓这样的 要么就是朋友 如果你是朋友 就是全时间的朋友 要么就是不是朋友 还有就是说 在好的时候我们是朋友 你说在好的时候做朋友 当然容易了 实际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 跟你的朋友分享他的成功呢? 想真一点 未必是的 如果你自己也是成功就是 如果他成功你不成功 就未必是的 你有没有试过 坐在那里听见证的时候 听听一下你觉得有点点生气的 就是感谢主 跟着他说完那样东西 跟着你想想 为什么我没有? 主说为什么我没有? 应该是他才有这些东西的 是吧? 每次都这么正的 虽然那些飞机票一元的 每次都是他拿到的 我就拿不到那个feel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不是一定那么容易 跟朋友在好的时候 分量他的喜乐 你知不知道 实在我们大多数人 是不会跟那些超越了我们的对比的 李嘉诚这么说的 李嘉诚再找多少亿 我们都不理的 他已经超越了我们 谁跟他想呢? 我跟你说 如果你那个好朋友 跟你说他赚了一亿 你立刻是好注意的 因为那个是你觉得 是跟你对比的人 立刻你就会好注意的 有一个作者说的是 是不是? 同感心呢? 是容易的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是不是? 是落难呢? 你说有谁 是不是? 除非真是很硬心的 不是你一定都会有 少少同情的 是吧? 但是反过来 人家那个成功 是不是? 你没有成功 他有成功 你可以跟他一起 开心那一刻的时候 就反而是了不得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之好 如果我们是可以 是不是? 有些知足的 就是神给我们这么多 我们可以知足 你才可以看到人家有多 是跟他一起开心的 一定没有的 是不是? 他又买新屋 他又买新的车 我们又没有新屋 又没有新的车 当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是个朋友 天天都要见面的 现在他开一堂车来 很漂亮的 我没有 我说真的可以跟他 就是为他开心 和他一起开心 这件事 未必是这么容易的 真正的朋友 在这里说 就是说是可以做的 另外一件事 你说患难中又怎样呢? 患难也是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朋友 在患难之中 未必一样是继续朋友的 因为你又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会不会成为负担 那他是我的朋友 那我要帮他 是吧? 要帮他 但是长期 又好像有些负担出现了 是吧?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我告诉你一个真的故事 一个棒球手在美国 他的名字叫做Jacky Robinson 我叫做Jack Jack Jack是第一个黑人 是吧? 是打这些棒球 是打到最高的级别的 是第一个黑人 老实说 在美国是很种族歧视的 所以是不让黑人 打到这个级别的 他是最高级的 是第一个黑人 Jack Jack在纽约那里打的 他有一次打 他塞球 一下子塞球 你知道这些棒球 在一个大的球场里面 是一万人看着 立刻整班人 这个球会的粉丝 立刻吵 他打错球 一下子塞球 那些人立刻吵 他看着他害怕 他也不敢动 他站在那里也不知怎样做 每个人在吵 你说什么也没人听到 那怎样呢? 有一个朋友 是白人 这个白人 也是很有名的球手 实际上 这个白人的球手 有名过Jack 他什么都做不到 他什么都说不到 他走到那里 手踏在肩膀里 两个看着那些人 首先Jack就觉得安全了 因为有一个朋友 站在他旁边 现在不太孤单了 是吧? 第二件事 那些人看到这个很有名的球手 走过去 踏着肩膀 所以他们慢慢静下来 他感觉就是 好了 既然这个球手 都这么友善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那些人就慢慢静下来 就让他继续打下去 后来他很有名 那些人访问他 他有说过 他说那一刻 如果这个朋友 不走过去 他会放弃 太过害怕 他猜不到 打错 一失一个球 可以是这么大的回响 他猜不到 所以他很害怕 但是因为这个朋友 帮了他一刻 所以后来他 就继续打下去 实在后来 他的明星 是比这个朋友 今天很多人 在美国打棒球 是认识Jacky Robinson 多过他这个朋友 我们中国人就是患烂见真情 患烂见真情 患烂见真情 跟刚才读的那个 好像有几次 对不对 不过有一件事很不同 你知道吗 患烂见真情 是从患烂的人说一件事 你怎么知道 别人是你的朋友 看你患烂的时候 就看谁帮你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就不是从患烂的人 是从患烂的人角度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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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圣经里面 是不是 重点放在我们的患烂的人 不是患烂的人 那里 我都要说一件事 就是说 去回刚才我们说的 比喻一样 没有理由 每个人都能帮到的 我在神学院教书 这么说 我在神学院教书 甚至是学生 都不算很多 百多人 但是毕业了那些 越来越多 是不是 现在我在外面的 那些校友 我认识的那些 都几百个了 哪里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 侍奉这么多的人 所以一定有一个次序 究竟是 现在你要跟谁聊天 还是不跟谁聊天 很多这些事情 就要做个决定的 实际在我们生命中 都是一样的 我们说就是朋友 是乃是时常的亲爱 但是我们都要做一个 先后次序 在我们心目中 因为没有理由 是个个都可以的 可能我们有一些 就是我们认识的 是很肤浅认识的人 你说帮 那可能就不帮 是吧 同事 或者同事不同 就是近一点 是吧 还有有些利益的 关系 是吧 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帮的 好了 去到那些所谓朋友 你叫他做朋友 他都觉得你是朋友 那些关系都挺好的 是吧 都会的 可能都要看一下 是吧 看什么 是吧 还有些叫什么 兄弟 拍了心口 说兄弟 或者姐妹 如果你这么说 那些应该是很亲密的 是吧 那些应该是帮的 所以是吧 实际我们的生命之中 我们都要有一个次序 有时是吧 我们就伟大过头 最后就什么都做不到 就是想着 哪个有问题 我都要帮 你哪个可以做到 我跟你说 你试一下做一次 你做一天 你就知道是做不到的 试一天你就够了 你就发觉 原来是不行的 不行那又怎样呢 不行 你要持续跟从神的话语 即使你要先后次序 在这个生命之中 不是一定是持续的东西 有时有些东西 就是什么时候 什么的 即使我平时都不用 一静理我的学生 现在有哪个 真的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很急 真的需要 是我要帮的 那一刻可能 我就将其他东西 放在一边 就去帮他 是吧 平常我是不用做的 所以可能都有这些 考虑的 但是呢 我们真的要听 整个话语 跟从整个话语的时候 是有先后次序的 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经文 25章17节 好吗 1 2 3 起 你的脚要小进轮舍的家 恐怕他厌烦你 恨户你 是的 是的 这里真的有趣 是不是很多人 经常找到轮舍 找到要教那些 这个是智慧文学 就是说小孩子都要教他 不要经常去你的轮舍的家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要直接 擠进智慧文学那里 要教那些小孩子 从小到小 但是不要经常找人 是不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问过那些学生 我说为什么 那些人为什么要找那些人 你猜他说什么 吃饭 我说 原来你们 就是你找他 找他在那里 因为你没有东西吃 所以你找他 叫他煮东西给你吃 实在这个不是 有趣到 有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是有趣 因为当时那些人 是住在一个村里 经常都看到的 他住在村里 你在村口那里走出去 你在那里耕田 你又见到你的朋友 你在田里又见到你了 你回到家的时候 又见到你了 可能一路走一路聊一路 一路回到家 为什么要去他的家里呢 有什么需要去他的家里呢 借饭 是的 要不就痴山 要不就借饭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是不是 所以问题就是 你怎么解释到 都可能真的 可能真的需要借赢 可能需要帮助 可能需要帮助 但是你想想 现在是说时常 如果你时常去那个人的家里 一定是有一种 依赖性出现的 现在要说 朋友的关系 刚才我们说 朋友乃时常亲爱 但是时常亲爱 所以大家做朋友那一刻的时候 都要不要一个依赖的关系出现 所以有一没有这个 你迟早你的关系也是没有的 所以一 就觉得 如果你只是记得 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觉得经常被人利用 但是实在你都要加上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做朋友那一刻的时候 不能一个依赖的关系 实在两个朋友是做好朋友 一定要有一个 大家有一个独立的生命 才行 我做很多青年工作 老实说 不好意思 我以为这个是青年型 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我解释了很青年感觉 谁知道我来到之后 发觉都不少青年人 不过原来不是青年 是什么来的 不过都OK 我做很多青年人的工作 就是男女关系常常都有的 你不相信吗 我相信你们那些青年人 那边都很多 这边跟那边拍拖 那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都挺青年 做青年工作 很多这些东西 有时候那些人 有时候男也好 女也好 有时候跟我说的 就是我没了去不行了 那些什么呢 大家有听过 如果你这样跟那个 那些女孩子跟那个男孩说 你是不是立刻 那个男孩 怎么说 没有很大责任 就是你没了去你死 你的生命在他手中 那是不是很大责任 那你立刻想 他要不要负这么大的责任 你知道吗 哪里可以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不可以这么搞的 那些男的跟那个女的都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了你不行 那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立刻想 我现在想负责你的生命 是吧 我大家认识了三个月而已 所以是不行的 是吧 朋友呢 是要大家有个独立的生命 才可以的 那当然有时候 有些东西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刚才说 可能需要一些东西 所以在家里借饭 吃饭 今天我们未必是借饭 未必是吃饭的 那整天的朋友 总之的朋友 你有什么问题 关于你的电脑就要找去的 那整天这样去是不是 都有个问题 都会有厌烦的东西出现的 但是当你看这节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圣经 你看真一点 这个在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一起的 实在有一个第十六节 接着才是第十七节 第十六节那里是说 如果你找到蜂蜜 你吃到够就好了 你不要吃多个头 如果不是怎么办 嘔吐出来 即是说是不是 他那个朋友的关系 是对比蜂蜜 是好吃的东西 朋友关系是好吃的 对不对 找到一个好朋友 很享受的 大家的关系很开心 聊天也很开心 一起去哪里也很开心 但是这里也说 就算是像蜂蜜那样的东西 你都不可以太多 识可而止 因为如果太多 你就会嘔吐出来的 我自己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吃饭的经验 如果你认识我 你会发觉很多学生 一看到我 就拿花生给我的 甚至叫我做花生博士 我不是只喜欢吃花生的 我吃很多东西 不过去年轻一点 很喜欢吃的是什么 是护国 我很喜欢吃 我忘了我喜欢吃这东西 我跟你说为什么 有一次 我应该是十二三岁了 那一年 我就去教会 很小就去教会 我妈妈就给了钱 就叫我早餐吃了才去煮一颗 浸讯会是有煮一颗的 煮一颗 就吃了 我拿了钱之后 我就不打算吃早餐 我打算是护国 可以买四只护国吃 那我拿钱 就买了四只护国吃 第一只护国很开心的 第二只都不错了 到第三的时候 实在已经是饱了 知道吗 第四只护国是硬护国吃的 不过那时候 因为我十多岁 觉得很浪费 不是浪费 觉得不值 我卖了 有什么理由不吃 所以 怎样不喜欢我 都要护上去吃的 吃了之后 接着那十几年 我没有吃过护国 真的没有吃过 我还不记得了 为什么我不吃 有一次我记得 那时候我在美国 哇 整十几十年之后 去到美国 那些人吃护国 我看到 我记得 我当时很喜欢吃 为什么我现在看到 有点爱和恨的感觉 我好像想吃 但又好像怕吃 那为什么呢 一下子让我想起 那次 什么事发生 我跟他说 有些东西过了之后 实际上真的有个问题 你喜欢吃的东西都不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在那里 是有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 不只是拍拖的时候 是这样的 老实说 结着婚也是这样的 有一个叫做 又是英文名的 Charles Dobson Charlie Charlie 如果你认识他 他写了很多 关于家庭和婚姻的书 刚才我读了他不少这些书 读家庭辅导 什么东西 读他的书 有一次我读到他自己的经验 是他自己的经验 他说什么 他说他拍拖的时候 他跟他太太拍拖 正是拍了几个月之后 他就跟他当时的女朋友 即是他的太太 他的女朋友说什么 他说我们好像去得太快了 我想要有些私人空间 大家拍拖的那些 如果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跟你说 我需要有些私人空间 即是什么 你要分手 你要分手 即使是吧 那他那个女朋友 很厉害 他女朋友说 好啊 私人空间 你有你 我有我 他真的有你去 他自己就去 他也有他的拍拖 他也出去做他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查理开始 就怀念他这个女朋友 就觉得 跟他走在一起也挺好的 其他女孩也不是那么好的 那又叫他回去了 他又让他等一点 然后再去拍拖 查理自己是后来说的 他说如果当时他跟他说 他说不行 他说不行 就是要黏住他 就在散开了 就是我们的经文 这里说的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只是有第一节 刚才我们读完那个 就是说 事上亲爱 朋友事上亲爱 这样就二十四成七的 二十四小时七日 都要黏住 怎样找你都要是 因为事上亲爱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你要么就是性人 要么你就觉得自己是大罪人 但是大罪人都没法自己了 走 一定要分的 是吧 朋友都没得做 不过现在有另外一节出现的 智慧文学是有一个平衡的 平衡是什么呢 大家都要有独立生命 不可以一个依赖的事 最后一个 是的 二十七章的十四节 二十七章的十四节 说完这个就完结了 好吗 一二三 清晨起来 大声级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奏助他 是的 这个很有趣的 如果我是清晨 是小声就行不行呢 如果我下午大声就行不行呢 有很多东西就立刻问了 你这样说 就立刻问他 究竟问题在哪里 是吧 还有 这个又好像刚才那个 他在智慧文学里面 就是小孩子都要教的 由小到大就跟他说 清晨不要大声来 祝福人 那我就理会了 古代以色列真的这么大问题 那些人这么喜欢 一组八组大声去祝福人 所以你要教那些小孩子 不要这样做吗 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意思 即是说 就算你是祝福 你都要想想别人的感受 你想想今天 即是今早早起床 起床的时候 咖啡都没喝 然后坐在办公室那里 立刻 今天你们不在办公室 今天我在办公室 坐在办公室 就是这样 有一个人走进来 我都没醒了 然后坐在那里 然后走进来 投诉 很大声的投诉 怒不怒呢 怎么都会怒的 对吧 他说 让我先休息一下 我刚刚上班 坐在办公室 你突然进来 然后就在那里 你投诉 当然不行了 我问你 如果是祝福呢 祝福是好多的 最低限不是先投诉 对吧 现在你上海里说 咒先是祝福人 你这么早大大声去那里 祝福 人家都会觉得 好像咒座那样 因为你在吵他 对吧 所以意思即是说 你要祝福人 你也要想想人家的感受 祝福不是大了 你说我祝福你的 我当然什么时候祝福都可以 这个意思是 刚才第一个是说什么呢 你看这里的字序 第一个就是说 朋友是常亲爱 第二个就是 你可以说 从那个被帮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你不可以 将这个关系 变成一个依赖的关系 这个经文呢 是那个强一点那个 就是两个朋友之中强一点那个 对那个说话 好了 你聪明一点 多数是祝福别人 你帮他 你什么 你什么 但是你也要想想他的感受 不可以说我祝福你 这样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 每一个朋友的关系 老实说 朋友关系 包括夫妻关系 都是 大家过来人也很知道 永远都是有一个爱帝的 对吧 你可能不肯说 有什么理由 一两个叮 刹一声 很喜欢你 一定很多 因为多数年有一个 ots comercial 不过有什么都好 老实说 永远都有一个喜欢另外一个多一点的 我们可能都不肯承认的 谁喜欢谁多一点 你可不可以失去我 我可不可以失去你 谁就谁 很多时候不平等的 所以这个所谓朋友的关系 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是弱一点那个 或者强一点那个 你都要想一下是怎样的 刚才那两个经文就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 不过在教会里面也是 在教会里面 就是大家的关系里面 都不是平等的 不是平等 我们是平等在主面前是平等 但是因为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所以有强与弱的出现 那些比较强一点的性格的人 是要遷就弱一点的 有时我看到不少的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帮人也是的 有些真的是帮的 真是很有心帮的 但是比较强 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很有心的 真的不是发生我的生命 那话说有另外一个姊妹就来了 那个姊妹就在美国 如果你租一间房 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里我不知道 不过在美国是没有东西的 这个我说比较强一点的姊妹 怎么一听到之后 他周围打电话问人 就拿傢俱 床 什么都好 就是新来的姊妹一租到之后 他已经帮你搞定了 接着是不是 那个姊妹看下的东西 不是很想要的 是 接着我记得我跟他谈 他说他没有问过我 他就去到处问了 现在都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那你说我很有爱心 我帮他嘛 你刚刚初来到处 我现在敢来帮你 你都不感激我 你还在埋怨 是不是 我跟这个经文来说 祝福可以变成就座 我们要小心 因为你祝福别人 你都要想想那个人 他想不想你帮先 第二 他想不想你敢帮先 还有 他想他帮多少 连想都没想过 谈都没谈 问都没问过 那这个就不是叫做朋友的帮 因为这个真的有点稀压了 我知道刚才说的东西 甚至我说的那个姊妹 她就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不过我用一个例子给你 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一些的 不过我希望说完之后 大家就真的能够认识到这个点 你想想如果我们走出去外面 有一个小乞丐 先生给点东西我吃 那OK 我现在又挖到一元就给你一元 那他可不可以 和他说一元就是先生 会不会这么说 我有一元给你也好 你还在这儿 他说我给你一元 要十元 要多少钱 所以如果真是一个人 一个乞丐 我们给他 给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朋友不是 朋友不是 那是你的朋友 对不对 你不是说我想给什么 给什么 不可以 不可以的 因为他正正就不是 我知道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一些 不过我希望我说了之后 大家真的 觉得那个feel 明白吗 他不是 这个是你的朋友 你真的没有想想他的感受吗 就算是帮 都要想想你的感受 好了 我结束了 都是讲个故事 我喜欢讲故事 话说一个小孩 他又出街 妈妈说 你到他下面那里 帮我买一些 面包 面包 他给了一些钱 他下去买面包 那小孩下去之后 很久都没有回来 他妈妈有点生气 喜有此理 下去买面包 都要买这么久 好了 他回来之后 他又给了面包 妈妈妈说 为什么你下去了这么久 他妈妈说 我下去之后 我走走走走 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 他的单车 他的单车就坏了 他坐在那里哭 我就帮他 他妈妈想 你想骗大话 都不会骗 你懂做 你懂 维修单车吗 我问他 他说 不是 妈妈 他坐在那里哭 那我就坐在他旁边 和他一起哭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老实说 可能他真的做了一个朋友 是吧 帮到吗 他都没想着想帮 他也帮不到 不过他坐在那里哭 就是这样 今天希望我们个个有很多朋友 也懂得怎么做 跟别人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 这里有几个教导 希望帮到大家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要多谢你 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你真是懂得怎么做我们的朋友 尊重我们 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 伴我们一起行人生的道 求你让我们都学到 做同一样东西 对我们自己的朋友 我们的兄弟 祈祷福主耶稣 基督名靠 阿们